丽丘是收庄稼的季节吗? 丽丘是收庄稼的季节 丽丘不仅预示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 秋天即将来临 也表示草木开始结果孕子 收获季节到了 此时中国中部地区早到收割 晚到遗灾 大丘作物进入重要生长发育时期 古人把丽丘当作夏丘之交的重要时刻 一直很重视这个节气 由于丽丘太阳光照强度比较强 随着气温的升高 作物体内的水分会减少 而且作物体内的催熟活性激素合成逐渐增加 农作物产品开始快速成熟衰退 作物便进入成熟期 所以一定要及时采收 通常情况下会说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实际上秋天也是播种的季节 秋忙不仅仅只收庄稼忙 还有种小麦的忙活 历秋以后赶紧先种大白菜和香菜 种晚了的话 白菜心不会很饱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